小鸭半脸脏,鸭迷笑,科学怪鸭 昨天中午,基隆飘起细雨,但仍吸引不少鸭迷,冒雨撑伞,前往赏鸭 但有赏鸭民众眼间发现,小鸭左侧脸,多了一条黑黑的脏痕,笑说好像科学怪鸭 而东三东四码头的摊伤,不满小鸭不旋转,只剩鸭屁股可看 为抢商机,摊商打算将18米高的梦想鸭缩小尺寸后,让他登场 硬杠荷兰艺术家霍夫曼的正版黄色小鸭 对此,昨天苹果置店,向陈珠商,律胜公司业务长孙玉堂求证 但他以开会中忙碌为由,没有回应任何相关说法 对于梦想鸭要硬杠黄色小鸭,也引起网友一片大法 很想看看丹萍这只什么梦想破鸭能吸引多少人 我去做一只很大的公鸡,放在基隆肯定也爆满 真是丢脸丢到国外 不然黄色小鸭换那鸭来PK 狂冲气,谁先爆就退出 动新闻,瓜,我无言了,报道